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 跨界的都會休旅 前一集內 帶我們看到了Vitara 她在注入電能之後 你自己覺得她的適應性各方面 或者是說就本身開起來的感覺上 會真的有差異嗎 因為Vitara她的上一次改款之前 是沒有加入48V的電池 那我本身的感覺 當然她整體駕馭的感覺說不錯 可是她開起來在起步的 跟這個要代速上去的時候 會有一點點的遲疑 因為畢竟她有主打她的越野的部分 所以踩起來這個就沒有辦法改善 但是她加了48V的電池之後 其實輕快非常多 尤其在市區我們要超車 或者是要跟人家搶車位的時候 她穩穩妥妥當當的 都可以讓我前進得非常的快 我覺得這個就是她最大的價值所在 所以她在整個加速性的部分 會有提升 對不對 然後這個輕快的感覺 是很多人喜歡的 然後她的尺碼本身 也比較小巧一點 是 因為Vitaro其實很特別是 你看她並不是非常的大台 她就是可能跨界修理的尺寸 可是她卻擁有很特別的越野功能 這個是我很喜歡她的一個原因 第一個 周圓你看 她的整體的設計 頭燈的部分 其實她就做了一個 棒式領情蓋在上面 這個其實我們就是 越野迷最喜歡的 因為如果你今天去玩水的話 水不容易跑進去 而且它的線條有減少 在旁邊非常好看 然後它的頭燈的部分 你看這邊還有一個藍色的有沒有 很通透 我覺得它這個可能要吃點女性市場 顏色上也吃女性市場 對 其實蠻多媽媽蠻喜歡開這個的 而且它的前面的這個格柵的部分 你看它已經把它做成了雙層的 這邊是這個消光的 然後這邊是亮光的 整體弄起來 所以你反正選了這一台車 剛剛已經說了 男性女性市場 其實我覺得現在都會被吸引 二方面是它的越野靈魂本身 因為它的車頭 其實還是保有越野車的那種感覺 可是我覺得很巧妙 它做了一些變化之後 讓它融入了我們台灣的 這個城市的美學裡面 對 雖然蠻凌亂的 但是還是車子開在裡面 還是蠻漂亮的 我覺得車子本身 真的豐富了台灣的街道 對 沒錯 我們看到棒式的引擎蓋 它的好處是拉過來之後 這一邊就會做一個 修飾的一個模塊 這個就有點像我們那個 西裝襯衫有沒有 插一朵花在裡面 所以說你從側面看過去 它是有一個畫龍點睛的效果 然後再來它有一個 雙色的一個車頂的感覺 雙色車頂 它是從這個上面 比較特別有沒有 一般因為如果是 從這個下面的話 你看起來會比較累贅一點 整個凸痛拉過來之後 搭配它上面的這一支 有點像隱藏式的行李感 對 這個其實確實是有用的 這不是裝飾好看的 它真的是可以掛東西 而且它因為是隱藏式的 沒有洞 看起來在城市裡面跑 會比較適合一點 然後拉尾拉過來之後 它是從上面這個地方收掉的 而不是在下面 因為這個地方跟前面的地方 是接續在一起的 它的側面 其實我覺得修得也滿漂亮 但這個顏色比較沒有那麼明顯是 它這邊其實有一個腰身線 是有一個弧度的 就好像它的臀部有沒有 它有一點點爆龜的感覺 下面的部分 它一樣有做了一個 就是這種防刮材質的 其實它是真的可以拿去 歐夫羅 拿去越野的 因為穩算之後 我記得Vitara一開始 有一個很熱門的色是米色 對 米色 但是現在出了 來到現場的這一台 比較偏莫蘭迪色的 對 沒錯 真的很精緻 對 因為SUZUKI 其實它坐小車非常非常的強 所以它在一些小細節的地方 包括顏色跟一些小收編 都會非常的用心 所以你如果真的去開它 感受到的話 你會覺得這邊怎麼這樣 買車的時候沒發現 好棒這樣子 意外驚喜 對 意外的驚喜 好 我們再來看 包括它的行李空間 各項表現 對 它的車尾 其實比較特別是 因為它是小車 所以它的車燈 其實有坐兩邊 有稍微凸出去一點 讓它的尾巴看起來 更寬一點點 然後上面這邊 還有一個很可愛的天線 因為是凸痛的關係 這邊幾乎是全黑的 還有一個後雨刷 然後後面它有一個 Highway的標示 不過它不是我們一般 在講正Highway的那樣的系統 對 沒錯 它是48幅 但是它在開的時候 它裡面還是會有一個 回衝的一個標誌 比如說你煞車 它就有一個電能回衝的標誌 48幅其實開起來 真的差滿多的 只是一顆小小的 可是它額外帶了 將近快要33匹的起步的馬力 所以差很多 後面比較特別是 你看 這邊它是做防刮材質 可是它下面這邊 又做了一點點烤漆 所以它就是把兩個元素 結合在一起 而且剛剛我記得 那個攝影師有問我說 為什麼倒車燈 坐得這麼下面 是不是沒有位置坐了 其實不是 因為你如果去Offroad的時候 倒車燈在下面那個地板 才會看得清楚 後面有洞 有什麼 而且它後面是沒有排氣管的 排氣管其實有人喜歡 有人不喜歡 可是如果你拿去Offroad 它沒有排氣管的話 至少它永遠不會遺留在地上 對 它不容易就卡到 不會撞掉對不對 對 沒錯 好 我們來看一下 行李空間的部分 行李空間之前 介紹一下這個按鈕 它是 這個按鈕 終於知道幹嘛了嗎 它按下去之後 它是可以鎖門的 這個按鈕是可以鎖門的 對 因為你打開之後 譬如說你拿了嬰兒車 你關回來 你的小朋友一定在旁邊 吵吵鬧鬧有沒有 也可能很乖 但是這個時候 你只要按一下 戴著鑰匙 它門就鎖起來了 你不需要再去按 或什麼之類的 就非常的方便 讓一個簡易的配備對不對 對 然後打開來之後 其實空間其實我覺得還不俗 然後嬰兒車之類 可以放到兩台 上面有一個隱私的棧板 這一種你看起來比較高 我上次有提過 最大的好處是 嬰兒車順手拿出來拉開 就可以散開是很方便的一個東西 因為它有做兩層 所以其實裡面的空間 也沒有浪費掉 你裡面這邊一樣 是可以放一些比較大的東西 下面的空間 其實它就是沒有備胎 然後你的這個地方 還是可以做一些配置 甚至你這邊還可以做一些隔層 可以放滿多東西 這邊一支雨傘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像這樣的車 其實我覺得現在在 小家庭裡面非常非常的適合 而且價錢不貴 104萬頂配 什麼都有了 好 頂配在車室內的佈局 跟它給你的配備 我們繼續了解 Money 其實前一陣子 因為晶片荒 缺料件 你知道有時候車場 你要交廁所 據說中間這個時鐘 讓他們傷痛腦筋 這個看起來很像計時套件有沒有 我覺得滿漂亮的 但我覺得它比較像上班計時套件 因為要去上班這樣看非常的清楚 然後它的Suzuki 其實如果有看過他們家的車 知道其實他們的風格 通常都是一貫的 它那時候車商真的是 全世界去找這個 對 把它補齊對不對 對 沒錯 而且為什麼我講說 它的這台車 104萬非常划算 你看它這個配備的部分 其實除了我們一般該有的都有以外 它有陡坡緩降 然後還有車道警示 然後還有前面的警示 而且它這一代我今天試完之後 我覺得它的跟車系統 其實抓車抓得非常的快 沒有像之前還要再頓跌一下 然後它裡面的空間 其實雖然說它的寬度沒有說特別特別寬 可是高度的部分我覺得是滿好的 因為我很在乎這個高度 因為我們出去off-road的時候 其實會把椅子調高 你185公分你還可以調這麼多 對 我們還可以在它調高 如果你遇到一些不平的路面 其實我頭是會去撞到天花板的 這個我開一些比較矮的車 是真的有撞到過 可是如果這樣調之後 它空間還夠的話 代表它其實平常你在開的時候 它也相當的舒服 真的 它留有餘裕的空間還不錯 對 而且它的方向盤 後面它有換檔撥片 也迎合你就是要趕去上班的時候 它可以撥來撥去 而且你真的去越野的時候 它的這個outgrade很好用 對 它的outgrade 我就覺得它是最棒的一套系統 就是在它的排檔桿的後面 這個地方 對 它有一個lock 比如說我們在一個碎石 你要上坡的時候 或者是你跑到 就是非鋪裝的道路 比如說水牛坑 或者是沙灘 是那種鵝卵石的 你打開這個lock 有跟沒有差非常多 然後再來它還有三個模式 就是有一個它是這個雪地模式 雪地模式其實它也可以用在沙地 因為它就是讓你的起速慢一點 慢慢的轉 然後不會卡在沙裡面 然後另外就一個sport 就是平常你要趕著去上班的時候 你就打sport就對了 快一點到公司 然後再來就是你按下去 很方便它就是一個auto 就自己選擇的一個模式 那這一個 因為對於我們一般喜歡越野來講 這個lock真的是非常非常珍貴 因為你自己是不太能去任意的加裝 平常你覺得可能用不到 可是你一旦到了這個假日要休閒 或到山裡面零到 你把它打開的時候 你才會知道它真的真的很好用 對 而且它這台車 其實像舒適的配備 它前面也都加了一些 比如說這個 這個坐椅的一些 對 加熱椅 這些東西也都有了 而且它的這個車機的部分 也是可以連接手機的 對 所以我覺得它這樣車子 這個價格真的非常非常的划算 就能玩能武了 對 沒錯 LINE 地球黃金線 來好友目擊開跑囉 黃金線團隊要給你 你願意推播 我們家汽車資訊推給你 一招一主題 一手掌握話題的情報 最棒的是才有一樂意驚喜 汽車周邊好康大幫送 你還在等什麼 加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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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就拿起手機 加入地球黃金線賣好友 讓我們成為最懂你的 LINE車友 LINE